刚才谈到的主要是 木结构屋深部分的一些 构成特点和它的艺术风格 造型风格 那么在屋深上面 就是中国的建筑的屋顶部分 又呈上分 这也是中国建筑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造型组成部分 社会上也有人 称中国建筑是大屋顶建筑 这反映了屋顶 在中国建筑当中 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一方面因为屋顶的造型 非常独特 另一方面因为 它的体量非常巨大 因此它是形成 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 首先是它的形式非常丰富 它的造型非常多样 有种药有五种重要的类型 这五种类型是中国传统建筑 它的构成的类型的一个重要方面 根据建筑 根据建筑不同的功能 使用要求 它的等级 以及它的造型需要 来进行不同的选择 这五种方式呢 主要有无垫 歇山 船肩 悬山 硬山 这五种方式 当然除了这五种方式之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样式 但是我们如果观察中国传统建筑 五顶形式的时候 可以发现 大部分都是这五种方式的 其中一种 或者是由这五种方式 加以组合而构成的 这幅图片就反映了 这五种方式的组合方式的特点 这幅图就是无垫顶形式 而且它是一种重延形式 就有两重的屋顶 这种屋顶形式呢 是中国建筑当中 等级最高的一种形式 就无垫顶本身 是建筑等级最高的 由中国的 最重要的这个宫建建筑 宫太和殿 采用的就是无垫的形式 它的构成实际上是 又叫无垫垫 就五条无垫 实际上在造型上 它表现的比较 端庄 浓重 高贵 右边的这个叫四角 四方形的 叫传肩顶 这个等级呢 就比无垫顶要降一级 或者说降两级 左下图呢 成为歇山顶 这就比无垫顶呢 又降一级 而且它的造型呢 也比无垫顶 相对来说活泼 特别适合于园林建筑 寺庙建 右下图呢 成为悬山市 它的风格上 显示的就比上述几种屋顶 就更活泼一些 这幅图显示的是 硬山顶 这是民居当中 通常采用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北方的四合院 民居建筑 大部分都采用了一种硬山顶 所谓硬山呢 它就是屋面 没有悬出 这个两侧的山墙之外 这也是因为 后期建筑发展过程当中呢 由于大量采用了山墙 保护了木结构 不需要这个建筑屋面 继续悬条 也是特别适合 这个居住建筑的使用 刚才提到的 这些屋顶形式 它经过不同的这种 组合 穿插 重叠 可以组合成非常丰富的 变化多样的 这个屋顶造型 可以变成重延的 也可以变成交叉的 组合的 复合的 屋顶形式 从而形成非常派立的 建筑造型 比如中国著名的 黄后楼 它就是由 仙山式的建筑 进行组合 像现在这个图片上 展示的 童王阁和 故宫角楼 实际上它们都是由 仙山顶的一个 建筑屋顶形式 经过不同方向 进行穿插 形成整体上 非常丰富的 这个屋顶造型 这幅图片呢 是成德的大佛格 我们通过这个图片的画面 可以看到 它的屋顶上部 是由船尖顶 五个船尖顶组成的 一个屋顶形式 完了在高度上呢 用这个 有仙山式 有妖言 组合的一个庞大的 一个建筑单体 我们从刚才看到的 几幅 屋顶照片 可以得到 这么一个印象 就是中国传统建筑的 这个屋顶 它和西方 坡屋顶建筑 有非常迥异的 风格上的区别 简单地说呢 就是在于 支线和曲线的区别 就是说 中国传统建筑的 屋顶形式 都是由曲线组成的 它的屋顶 都是靠 一条条曲线 和曲面 来构成的 这种构成呢 它的内在逻辑 是由于它的 木结构的一个 框架组合方式 在专业上 它的名称叫举折 就是它在形成 这个屋顶的 内在的构造的时候 它是一个曲线 就是支撑 这个屋面的 这个领子 它的高度 它是 从屋檐到屋顶 它是逐渐地升高的 而不是一条直线 这个在构成的原因上 在中国古代 有不同的说法 有一种说法呢 叫 梵雨向阳 就是说呢 由于中国古代建筑 它是木结构 需要建造一个 比较大的屋顶 来覆盖这个建筑 以保护它的木结构 不受雨水侵蚀 同时呢 它又要保证 室内采光的需要 这样呢 它就在建造 这个屋面的构成当中呢 形成了 上抖下缓的 这种曲线造型 这样既立于它的排水 又立于呢 它的室内采光 就让更多的光线 能够照射到室内 另一种说法呢 是为了排雨 这种曲线的造型啊 在遇到 这个暴雨的时候 近似抛物线的这种 屋面造型 可以很迅速地 将雨水呢 抛到远处 是建筑的柱根 不射到 雨水的这种侵蚀 这是关于 污蔑曲面 它形成的 一种原因 我们看 这个图片当中 是宋代的 山西的 禁祠圣母庙 这个大殿 它的污线 污沿的这个曲线 非常明显 反映了中国早期建筑 非常强调 这个屋面的曲线造型 不光是这个屋面 是一个曲线 实际上呢 我们提到的 整个屋身在构造当中 它同时也是跟 大屋顶的这个曲线 是相互呼应的 可能我们一般人认为 这个 在屋架构造当中 柱子的高度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 在中国古人的建造 建筑过程当中 这个柱子的高度 是不一样的 在一个建筑的中间 它的柱子的高度 相对较矮 两侧 逐渐加高 这样在整个柱头的连线上 实际上是一个 近似曲线的一个折线 整个这个屋面的曲线 是相互呼应的 另外呢 这个屋身 这个柱子的 建筑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柱子的本身 它不是垂直 与地面90度 它是略向建筑的内部 倾斜一定的角度 是在古代当中 叫做侧角 就角度向内侧 我刚才提到 就是柱头的高度 是一条近似曲线的折线 因为柱子 向两侧逐渐升高 这在中国建筑当中 有一个特殊的叫法 叫升旗 这些都是反映了 工匠们 一些非常细致 独到的 一些心巧 智慧 由于这些手法和艺术处理 造成了整个屋顶 它的造型 非常轻盈 飘逸 我们也可以反向思维 如果没有这样的 曲线处理 由于这个屋顶非常庞大 必然会造成 整个建筑比较压抑 下垂 下垂 这种感觉 而采用了 屋面曲线 包括屋角的起窍 这种去处理手法以后 整个建筑的造型 像展翅的飞鸟一样 使整个的建筑 显得非常的轻巧 如果我们再进行深入分析的话 在这屋顶的曲线处理上 还有一些非常精道的一些处理手法 比如说无几垫 又称无垫的屋顶 按照正常的 一般的思维方式 它是四坡顶 按45度线进行聚合 形成屋顶的一个正极 这样的话 在造型上会显得 屋顶的正极非常狭俗 非常窄 在造型上是不太美观的 被此 中国古代工匠进行了特殊的处理 即使将中间的屋脊 向两侧延展 称为推山 就拉长它的正极的距离 我们从这两幅图的对比来讲 就可以看出这种效果 第一幅是早期的 它的正极就比较短 看着就比较局促 不舒展 下面一幅呢 就是进行了所谓的推山处理 就将正极进行延长的这种处理 就感觉的比较舒畅 这种处理效果呢 如果我们从天空往下俯视看的话 就可以发现 中国传统建筑这个屋顶 它不但是一条条的曲线 而且它的这种曲线构成的这个曲面 也都是弯曲的 比如说两侧的这种斜戟 我们从正立面看的时候 它可能是一个弯曲的线 但是从上面俯视的话 一般认为它是一个直线 但实际上 经过刚才说的这种推山处理的话 它的这个整个线条啊 从上面看也是曲线 这就是说 整个屋面的所有构成的线条 无论从哪个方向去看 它都是曲线 这也就是说 屋面的设计非常独到 非常的细致 再有一种处理手法呢 我刚才说的推山相对应 叫收山 这主要是针对 我们说的歇山顶屋顶这种形式 它和刚才说的推山正好相对应 它是将歇山这种屋顶的正极 向内收缩 使形成这个歇山屋面啊 比例更加匀称 造型上更加美观 这两种处理方式啊 都是非常细微的 精道的 说明这个古代工匠的这种造型意识啊 非常的精道 这种屋顶的曲线 曲面 它的形成 是中国传统建筑 时代风格演变的一种标志 人们往往以屋顶形式来判断 中国传统建筑的时代风格 比如早期 汉代 它的建筑 屋顶 还都是直线的 到了唐宋时期 屋顶的曲线啊 就非常的明显 非常的舒展 非常完整 到了明清时期呢 就是曲线和直线 相互的配合 在曲线的构成当中 有了一些细致的变化 这也是我们判断 一座建筑的时代风格的时候 一个参照 比如这幅图 秦汉时期 这个时代的 一种典型的 屋顶风格 完全以直线条组成 这幅图面 表现的是 唐代的 韩元殿 重要的一个宫殿建筑 我们看它的这种 屋顶形式啊 曲线非常饱满 舒展 到了明清时期 它的曲线 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主要反映在 屋角的这种起窍 进行曲线的表示 但是屋身 中部 就演变成了 以直线为主 这叫刚直 这种风格变化 对一个建筑来说 它的时代风格 是非常重要的 在屋顶当中呢 还应该关注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装饰 我们提到了 在木结构的屋身 在设计 制作 安装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结构和装饰的 完美统一 在屋顶当中 屋面当中 这种特点 也反映得非常明显 就是在屋顶当中 本来是一些满足它的 构造要求的一些节点 经过匠人的 艺术加工和处理 变成了非常美观的 建筑装饰 同时又表达了一些 文化内涵 比如说 本来在屋面结合当中 为了防雨 进行交接 做成的屋脊 成为了建筑装饰的一个 重要的部位 在这些脊的 交接的这种节点上 进行了一个重点的装饰 比如说叫 赤纹 这个走寿 本来是安装一些固定的 固定这些瓦件的 这些部位 把它演变成了 表达建筑这种身份 和重要性的 一些装饰构架 使它的建筑的 飞檐翘角 非常丰富 非常具有表现力 同时呢 这些构建也表达了 这个建筑的身份 是等级的一些象征 在屋角 有的重要建筑 通过这些 非秦走寿的数量 造型 来表达建筑的身份 和它的地位